一年一度的万金石马拉松 19号清晨在新北市盛大登场 作为国内唯一获得国际田径总会 同标签认证的马拉松赛事 今年除了有12000名跑者报名参加 更有32位国际马拉松精英要挑战记录 而连续三年获得同标签认证后 主办单位今年更进一步申请赢标签审查 希望能把规格再向上提升 这一次我们不论所有的比赛的安排 跟选手的邀请 我们都是最具有国际水准的 那这次我相信国际来观察员 也应该会给台湾机会 明年我们希望就是获得银子奖的认证 除了世界级的精英选手互别苗头 上万名跑者今天清晨也同时 从万里北翠湾出发 沿着壮阔的北海岸 一边挑战自己一边欣赏美景 虽然天空不作美 起跑前下起大雨 但完全交不起他们的热情 因为我很怕热 所以下雨天跑步对我来说会比较舒服 脚的部分会比较不舒服而已 因为可能用湿的怕会起水泡 其他的部分应该是还OK 刚出发的时候很无奈 对 但是当你已经全身湿透的时候 就蛮爽快的 因为再怎么样也没有办法躲了 对 你就会觉得啊 太棒了 就这样子让他结束吗 拥有国际认证 迈入第十五个年头的万金石马拉松 在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赛事之一同时 也不断自我突破 希望能在明年晉升为迎标赛事 进一步提升台湾在国际马拉松的地位 波拉提升台湾在国际马拉松